首先介紹這場會議的主持人是我們台大新聞所教授王太麗 而語談的貴賓有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詹怡怡 Line Taiwan董事總經理陳立仁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以及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吳元徽教授 期待他們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內容 我們將現場交給主持人王太麗教授 各位貴賓各位語談人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能夠擔任這場的主持人 我們這場的主題是誰還在乎新聞真實 臺灣公平社會因應假新聞 假訊息的努力以及未來的展望 剛剛在開會之前我跟四位語談人在休息室 就是聊了一段時間喔 然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觸喔 就是這個假訊息之於我們而言 某種程度上非常的像新冠疫情喔 就是野草吹不盡春風 野草刷不盡春風吹又聲喔 就是從這個疫情從一兩年前到現在喔 我們總是覺得這個 欸 疫苗有進展了 然後我們快要看到曙光了 然後我們可能可以這個走出國境 可以不必再封鎖了 然後但是呢 新的這個變種病毒 就又會在我們 不預計的情況之下又出現 於是全世界又進入了另外一波新的抗疫戰爭當中 那非常相近的以假訊息的這個狀況而言喔 就像民主實驗 就是民主實驗室的這個主持人 也是研究假訊息 大家非常熟悉的沈柏陽沈教授 他就用了這個infodemic 這個詞 來形容假訊息 之於現在的全世界各國的人來說 真的是可以算是 某一種這個 也已經算是 我們必須要去處理的一個生活的日常喔 那我們今天 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這個 四位代表台灣公民社會的四個領域的專家 同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四位就是非常著名的 在研究跟因應假新聞這方面 在過去兩年多以來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並且也讓全台灣的民眾對於假訊息 有了基本的一個認知跟了解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們台灣是被國際的研究單位公認為是受到境外訊息 這個影響最嚴重攻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喔 那從2018年之後 台灣公民社會當然是非常關注這個現象 所以紛紛的投入了相關的研究 那在事實查核方面的努力 等一下胡元輝胡董事長 會跟我們做非常多的解析喔 特別是對於新聞真實的這個 大家現在到底要怎麼樣去看待所謂的新聞 所謂的新聞真實或者是訊息真實喔 這個不是只是哲學辯證的問題喔 事實上這真的是我們每日生活的日常 那麼在這個 我們2020年走過了總統大選的假訊息戰之後 現在我們每天要面對的就是 新冠疫情的假訊息戰 那昨天的這個新聞或許大家都還印象有心喔 就是陳時中部長這個傳出了 阿中部長傳出了一張 本來據傳是在這個 三級警戒期間沒有戴口罩 在某個地方跟商界人士這個 歡唱的這個照影像 然後很快的時間之內就 傳散到整個問題 那這個阿中部長 只與台灣的這個 疫情指揮中心的這個指揮官的位子 那這個事情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會引發多麼大的政治風暴 大家可想而知喔 但是這個假訊息 非常迅速的在一兩個小時之內 就是阿中部長就有出來澄清說 那段影片的始末 首先他不是在這個三級警戒期間 是去年就是這個疫情控制良好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波那個報復性理由的時候 這是一個有人的刊據 那麼就是這個衛福部也馬上就提出了這個 澄清的一些相關的說明 那這個澄清速度之快速 這個是兩年前我們所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這也說明了就是這兩年以來 台灣不管是公民社會或者是政府單位 我們事實上對於假訊息 怎麼去因應它 我們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一個進展 但是即便如此 根據我自己做的研究 或者是政治學者王洪恩做的研究 其實在全體台灣民眾的比例當中 事實上只有不到兩成五的民眾 曾經使用過任何一個事實查核網站的服務 那也就是說其實有七成五的民眾 雖然可能聽過假訊息 但是碰到假訊息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去做新聞或訊息查證的動作 那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可以怎麼更努力 來讓這個目前這個七成五的台灣民眾 知道有假訊息的存在 但是卻基於某種原因 他們不使用事實查核 那我們如何讓這群民眾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是用分眾的方式 來去target不一樣族群的方式 還是用什麼樣的一種傳播的方式 或者是用其他更放心的方式 來讓目前不使用事實查核的民眾 願意也了解 知道怎麼來使用事實查核的資訊跟平台 我想我今天的引言就非常簡短的結束在這邊 把珍貴的時間 留給今天四位重要的群才人 因為唐鳳唐政偉 它就是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中文的行程 所以我也爭得其他移會者的同意 我們今天可能就會由Odry先開始 就是為大家進行她今天的分享 那之前就是Odry他也非常歡迎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現場就可以 我們都非常知道這個 唐鳳他很 就是其他各種各式這樣的場合 大家都聽過很多的唐鳳委員 對於假訊息 就是覺得要開放 覺得要透明 那所以 既然是開放透明 所以 觀眾們有任何的問題 我想 同意也都非常歡迎大家 能夠透過這個Scribe的資訊 來就及時DNA 好不好 那因為等一下 這個同意也要先離開 所以大家要徵集 就是 他在開之前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問他 就是趕快提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 就在這個主題上面 我也希望這場 大家的這個互動程度 我們就是 可以 互動性高 然後 雖然是也趕快 可是可以 比較relief一點 也不需要什麼樣的證實 希望是一個 有互動 然後大家可以有很多 這個精彩對待的 一場的感受感 好 那我們先 首先歡迎唐鳳 唐鳳 謝謝大家 那確實我11點40要先離開喔 不過這個slider系統 並不是我的 我們看到上面也有很多可以問 陸老師跟其他結尾老師的問題 所以就算我40分先離開去看高鐵 這個大家的問題還是在這邊 絕對不會說就直接被遲按 沒有回答 沒有這個問題 對 那這個就是所謂accountability 對不對 一開始就要講說要給得出交代 而且我講的內容完全是由各位的問題來決定 所以歡迎大家掃平按摳 或者是按讚 那這樣子我才知道要講什麼 如果上面的問題完全消失了 也都回答完了 那我就提早結束了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來回答 那再一位同學或老師問說 唐鳳委員專善青年的部分 但是其實假新聞影響 都不特別是老人 年輕人也是容易相信的對象 比如說外面訊息災害 中繼作業包括對於身體的傷害等等 那委員覺得可能原因何為 而且有什麼建議 就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先講一下 我剛剛加個air code 就是因為我覺得只有真正在做新聞的人 做新聞的人才有資格用假新聞三個字 因為表示他做的真的是新聞 其他人是假冒新聞的名義 去做一些乾脆就不是新聞的東西 但是我們這些不是專業新聞工作者 或新聞細索的學生來用這個字的話 難免就讓人覺得好像是覺得 這個記者查證不利等等 所以這個字有一個有點shibble的字 就是圈內人使用的時候是可以團結大家的字 圈外的人像我在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在當時2017年 開始去處理正義訊息的相關政策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要求我們院內的公務同仁 絕對不要用假新聞三個字 我們用的都是假訊息 假訊息危害等等 那不然的話就感覺 怎麼樣都是news journalism 這兩個字在英文不一樣的 但是因為在中文一樣 字根一樣很容易就混在一起 那所以我先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大部分的朋友 只要在網路上面去使用這些訊息傳播的管道 其實現在不分年紀 它都有一個人脈網絡 但這個人脈網絡裡面的 就是我們從疫調那邊借一個字 叫做密切接觸者 只要是密切接觸者 密接的這些朋友 那不管他傳什麼訊息來 自動那個可信度都很高 然後那個R值就會那麼高 就你接到之後會傳到超過一個人的身上 那但是呢 如果不是你的密切接觸者 是一個weekling非常弱的 那他還有社交距離有隔半什麼的 那這樣傳到你這邊的時候 他的R值就低了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並不是看他的年齡或其他的demographic 我們看的是說他的這些密切人 這些朋友裡面 到底他們接到這個訊息之後 拿一些訊息他的R值會比較高 那這個呢 其實是完全看他們互動的空間所決定的 而這個空間本身也是程式嘛 構成的 因此是可以改變的 我舉例 好比像說在slido上面 基本上這個R值就不太可能高 這個假訊息根本傳不出去 為什麼 因為slido的每一則訊息 裡面大家提的這則問題 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網址 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截圖也不可能不連著脈絡一起截 所以如果這裡面 現在有一個人的提問 事實上是一個假訊息的話 他的傳播率可能0.0幾而已 他根本不可能傳出去的 那而且呢 在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大家可以留真實的姓名 但是當然也可以匿名了 但是是吵不起來 為什麼因為連一個回覆的按鈕都沒有 也沒有辦法說回覆了 然後你就tad其他 然後他就飛進來吵一下 或者是分享一下不可 所以這個又降低了他的兒子 然後呢 他在上面只能按讚 而不能按怒 我們知道說 他在臉書上面 按怒的這些傳播率 是可能按讚的5倍以上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很容易 大家快思慢想的那個 快思的情況下 還來不及 在身體裡面形成抗體 這個上呼吸當然很怕 我不要繼續用這些筆 總之就是這些就受到了感染 然後就是還沒有痊癒之前 就先就是傳出去 馬克索達露體等等 所以我們一方面 我們要注重的是 關於這些互動的場域 是不是它是一個 pro social 是一個親社會的場域 像slido這樣子 大家的注意力 是集中在我們這種即時的 高頻寬的互動 而不是說在上面變成 好像大家自己 望文深意 說文解字等等 這個情況把它傳出去 所以我覺得 對於長輩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年輕人跟長輩中間 是用多高的頻寬在互動 那話題上說 我跟我阿嬤這個 八十八十八十九歲 他九十歲了 這個每個禮拜 那都會視訊 或者是回去待學找他 那隨時呢 他看到任何 他覺得可能是不是訊息 而且可能跟我有一點關係的 他就非常容易按得見 就跟我開始視訊 而且他了解到 因為他每個月服 四九九或四六九吃到飽 這個是沒有編輯成本的 他隨時想要找我 就可以跟我視訊聊天 跟以前打長度電話 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長輩都形成了 這樣子的習慣的話 那當然就像一個 你的朋友 你常常就會約出去 其他聊天等等 那這個高的頻寬 高品質的互動 他就可以蓋過這個 就是病毒的R值 那大家在腦裡面 自然會形成一個抗體 一個保護網 所以我覺得就是 Inoculation of the mind 就是大家透過查證 勤洗手 戴口罩等等的這種習慣 去建立起自己的抗體 而且有這樣子的一個 防護網 大家彼此互相支援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我開場就先到這點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歐治 那戴魚慧 戴老師 他是交通大學員 傳播學系的副教授 那麼我對於戴老師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個人也覺得 非常的有趣 那想說在這邊小小的 跟其他的旅台人做一個互動 因為戴老師他有提出 其實這也是我個人研究的一個主題 臺灣的假訊息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好像是資深公民 或者是說老人 我們不要這樣稱呼資深公民 資深公民好像是特別 大家會認為說 我們要多做一些事情 因為他們是比較容易 相信假訊息 然後也容易去傳播 容易去傳播 這個是國內外研究都已經證實的 但是是不是最容易相信假訊息 或者受假訊息影響的這個族群 其實實證研究在臺灣並沒有答案 那根據我自己的研究 我覺得年輕人在2018年到2020年 這短短兩年當中 對於就是能夠辨別假訊息 或者是有這個警覺心 有非常大的一個就是提升 但是並不表示說 就是除了資深公民之外 其他的族群 就好像比較容易辨別假訊息 那我個人特別有 在我的研究當中 我覺得有一群人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發現有任何單位 有特別去討論這一群 我認為是非常容易 受到假訊息影響的 這一群人 也是臺灣民眾 在非常非常多數的 叫做中堅選民 中堅選民 雖然他們的學歷可能很高 但是學歷高低跟能不能夠判別 跟假訊息 這當中不必然有絕對的關係 那因為我知道就是 吳老師同時也是這個 臺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最近前兩天吧 就是有跟Google有一個非常大型的計畫 那特別是針對這個 就是針對自身跟比較弱勢的一些民眾 透過社區的大型的工作 要在未來三年 就是針對這方面做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 吳老師在這個地方 就是也可以跟我們簡短的分享一下 那就是除了比較自身或是老年人之外 那其他的族群是不是就應該要怎麼秘密 還是說真的老年人的這個計畫 也可以通常到其他的族群 謝謝郭老師 好 謝謝主任 這個問題我先做一點回應 的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高興 有這樣的一個合作 就是我們體會到 如果就像剛才唐豐登會講 如果我們能讓每一個人的免疫力 都能夠加強 就是對假訊息的免疫力能夠強化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相對來講 就比較不容易形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社會紛擾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所謂的媒體資訊素養教育就很重要 所以我很高興也很謝謝這個Google 能夠有一個非常大額的贊助 讓台灣的六個團體可以一起協力 在民間來推動這個 如何來Empower 公民的媒體資訊素養 不過這裡面有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特別focus在一些 比如說長者 偏鄉的民眾 或者是新住民 原住民 主要的原因是兩個部分 並不代表我們對這個計畫 對一般的民眾就不在意 就是說我們認為過去這一段時間來 這些領域的民眾可能相對來講 比較少受到這一方面的 媒體資訊素養教育的可能性 那國外有一些研究證明 是說的確跟年紀未必有關係 但跟他使用數位工具的經驗能力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希望在台灣來多多看 那把這一部分 可能過去在數位工具的使用上 比較少一點教育訓練的機會 像我這樣的人 然後可以多多的再來試試看 然後經由一些數位工具的熟悉 一些基本素養的建立 對我們整個在鞏固加訓練方面 的這種辨識訓練方面 都會有一些貢獻 大概是這樣 我先做一點回應 這樣謝謝胡教授 好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再回到這個 鄭偉這邊 第二個問題是 要請教跟這個 對 對就是眼見著 胡老師剛剛講到 就是我們其實 我腦裡並沒有什麼 長輩或者晚輩資深公民 資深公民的這種感覺 那我在意的比較是 像我自己是12歲才使用網際網路 所以我在13歲的時候 應該叫新移民嘛 對不對 網路的新移民 就是有12年的實體世界的經驗 那但是才接觸網路一兩年而已 那當然在新移民的這個情況下 就是它的Social Norm 就是我覺得怎麼樣是正常的 是受到我前面12年的生活經驗的限制 那我要慢慢才了解到 說在網際網路上面的Norm 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想每一個人不管年紀 就是他剛移民到網路上面的 那一兩年 其實就是最關鍵的 那我們讓他們有一個 比較好的Onboarding 就是說怎麼樣子去 在這上面有一個 比較親社群的 這樣子一種做法 那這樣就自然不會變成 就是假訊息的一個 就是密切的網絡這樣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像這一次歐盟紀委議員 過來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分享 就是說其實在台灣 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我們相信說 當一個新來網路的人 剛看到 好比像說他的郵件裡面 有非常多的 這個不管是賣藥的 還是賣什麼東西 總之就是詐騙的那種郵件 那這個問題在2000年左右 其實是達到一個高空 當時畢爾蓋茲說 如果Email不收郵票的話 Email會難以為繼了 因為這些犯法的 詐騙的 它都會自動的 就是沒有成本的寄信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 讓大家發揮自己的公民精神 收到這種賣藥的什麼別的廣告的時候 你就把它回報為 垃圾詐騙郵件 那有一個國際網路 像IFCM一樣 當時叫Sumhouse 那就是會去分析這些 那這樣子 從同一個來源的人 他的下一封的廣告信 到你的收件想的時候 就不是進收件想 而是進垃圾郵件想 那但是一方面 大家沒事的時候 看一下垃圾郵件想 可以稍微提升一點免疫力 然後就知道說 到底現在到底詐騙是怎麼樣 那二方面說 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查禁 就是說如果他不小心 misclassify 等等 那你可以把它拿回收件下 那這個動作本身 也是在讓全世界的朋友知道 說以後像這樣子的 他不要去查清 所以如果完全下架 完全讓某個人 送不出email來 其實我們後面的這個 我們叫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從社會部門去設定 一個怎麼樣做的常規 公共部門是放大這個常規 而不是要求私部門說 你一定要用特定的方法 那只要我們confirm這個常規 那每個私部門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方式 去讓他們的這種互動環境 這個假訊息把它直下降 這個查核可以立刻顯示出來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 才是讓每個人都可以學到東西 因為不然的話 什麼都不說明 然後就下架了 那其實反而讓陰謀論的人 可以得償 就是說如果他不是講的是真的 你幹嘛把它下架呢 所以我回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要給大家驗證資訊真偽的這個空間 就是要給出完整的context 並不是說東西不能傳 而是說當有人傳說 什麼在香港的年輕抗爭者 收兩百萬去殺警察等等的時候 也不是不傳他 而是市場和中心查證之後 這個各大的社群網路就 還是讓你傳 在傳的時候底下打一個中央政法委 長安檢獨家贊助啊 一開始是從他們的微博傳出來的 那這樣子吧 他還是可以傳 可是就有點像是 這個訊息的mRNA 包在一層這個免疫的護殼裡面啊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 即時製造疫苗的方法 對不起 我又回到這個比喻了 就先這樣吧 那個 唐政偉 剛剛那個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關鍵是 就是我想最近大家也有感受到 某一些關鍵字的這個 FB或者是social media的訊息 就會無緣無故的就是被filter掉 所以剛剛那個問題 我想有一個重點是在於說 那 政偉怎麼看這個問題 是不是說以後我們在社群媒體上的 某一些發言 因為某一些機制 這個審查機制目前是不透明的 這個主要是FB 所以我之前跟FB的public policy也講說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的Norme 並不是這種事前審查 不是說碰到關鍵字你就送不出去 我就送出去就完全沒有觸及度 或甚至自己被禁用等等 我覺得還是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說 好比像說在YouTube上面 那你只要po跟疫苗 或者是跟什麼地球食品的相關的 它不是不讓你po嗎 它是底下就加一行說 這個危機百科顯示什麼東西顯示 就是它 我還是用public notice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這部分我的想法就是 只要是public notice 那它就比較pro-social 那如果不是public notice的話 就是整個下架等等 反而社會沒有學習的機會 它事實上是比較容易助長 這種與台social的感覺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也還有其他的與台人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針對那個 有 要特別請教這個 唐政偉的問題 我們先回答 這樣好不好 像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AI或者是演算法的問題 那麼 您認為說這個技術 如果說涉及言論自由的話 那政府是不是有監管的必要 其實這個講穿了它是 我們到底要讓大家的言論空間 是在單一的程式碼的規範之下 還是其實是每個人可以自己 自己克制自己的程式碼 那在前者 就有點像是現在FB的情況 但是在後者 就比較像是 剛剛我們講到的 每個人的郵件的 收件牆裡面 自己可以去裝過濾器 或者是當然現在 在瀏覽器上面 很多人會裝廣告讀檔器等等 那它就是所謂 Bring code to data 不是Bring data to code Data 還是在我們自己手上 但是我們每個人 可以自己去找濾鏡 對不對 找過濾器 然後去看說 那我會希望 我看到這個資訊 它旁邊是有 好比像說 就是它的 Nutrition Label 營養標示 就是 這個來得網域 它的可信度是多少 像Newscot等等 有很多Bring data to code 這樣子的解決方案 可能造成的問題 當你是Bring code to data 就是它是 跑在每個人自己的中端 個人電腦上面的時候 反而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網際網路上面的訊息流向的問題 我們寫E-mail 發簡訊 自己手機裡面有一份 你做當然的事情 報個影片到臉書上面 臉書當機了 什麼都沒有 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的 是去推廣這種 比較是開放式的 Web3.0的 在邊緣可以去做運算的 等等 是自然的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而不是說 好像硬要在一個集中式的情況 必其公於一 因為norm是會改變的 當任何集中式的地方 好不容易把本來的那個norm 都自己覺得 他把這個程式碼寫的百分之百了 但是事實上 社會norm就改變了 我們看到 關於黑 speech 在德國 在歐洲很多地方的norm 就是因為他們的程式碼寫的 差不多了之後 那些做仇恨言論的人 立刻就繞過了這些限制 改用另外的一些字眼 另外的一些方式 那這個是追不完的 我覺得是還是 每個人自己就是增強 抵抗李戴口叫清晰修研發疫苗等等 這些部分分散式的做法 我覺得是比較有用的方法 好 非常謝謝唐政委 那麼 接下來這個問題 也是我個人感覺到 非常好奇 也是我的研究興趣 所謂的民營工程 那麼 台灣的某種程度上就是 我想這個問題 是不是讓這個胡教授來 也接續胡教授他今天就是要跟我們談的這個 就是所謂的 後真相時代的不真實 這個民營工程某種程度上就是 當然讓政策溝通 容易傳達 然後讓大家喜歡去傳奏 然後也非常的有效果 但是是不是也因為太過有點太過娛樂化 然後有的時候會對內容濕交 因為那個形式已經引發了 或者是吸引了我們太大的注意力 那所以在這個時代 所謂的真實 訊息的真實 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是 我們是不是請胡教授這個部分 來跟我們做分享 謝謝 這個 這個議題好像我記得 韓國政委曾經 回答過這個問題 我知道他的答案 可不可以先讓他的答案一下 沒有 我的問題 就是對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他要看跟什麼相比 如果是跟大家都不看的新聞稿去相比的話 那當然 透過一些民營的方式 讓大家願意花一點時間去看新聞稿 增加新聞稿本身的基本傳播術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只有這個民營 而忘記它後面這個工程 是要就是把真實的狀態 或至少我們看到的事實的狀態 科學的這樣子的一些 類型的研究等等去散播 等於是說它只有這個外面的外殼 而沒有裡面的payload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個非常空虛的這樣子 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完全是看那個民營裡面 裝載什麼東西 但是增加基本傳播術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本身是沒有好還可言 但是我們在政府裡面至少 就所有的用法當然都是要去向 在它裡面的裝載是你放在新聞稿裡面 自己也不會覺得奇怪的 再當我們裝一點 我回應一句好 對不起 這個好像坐在糖尿洞門旁邊 一定有被感染疫情的可能 好 半開玩笑 那個實際上來講 我完全理解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涵義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是為了民營 希望達成第一個目的 就是說我們有個誘因 讓它願意去接觸某些訊息 那不過也常常會出現一個困擾 就是因為有了民營以後 我就只停留在這一層 所以剛才 為什麼我記得過去有人問過他們 這個問題 很關鍵的問題是 我覺得就一個理想民主政治來講 那個民營應該要設計到 誘發大家願意對這個問題 做更深層的思考的可能性 那這個部分 政府部門需要再多一些考慮 我覺得有些部分來講 有的民營感覺上 過於說實來說它是民營 我也不太覺得它是民營 就是它沒有那個效果 但有些好像又有一點娛樂化 所以如果就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還有一些部分 可以往下努力 接下來是請這個 吳老師發表 您這個部分的這個 不真實的後真相 謝謝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 來談一下這個想法 因為看一下我們這個時間是 後面還有兩位重要的講者 他們有很精彩的意見分享 所以我會非常快的把我這個部分 做一點說明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如果有興趣 我有一個小小的文章已經在這上面 那事實上是這個刨風 想要表達的意思 那我今天來其實只是想想 因為是學術 帶一點學術研考費的興趣 所以帶一點點思想概念上 想去辯證一件事情 說其實回到這個對根源的問題 到底事實這件事情 到底在今天這個時候還有什麼意義 那我想大家都很有印象 2016年 我們所謂的Post-Truth 這個概念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耳熟能詳成為那一年的一個 最所謂被選委 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字眼 那這裡面這個概念是 今天來看 五年之後的今天 這個概念 我們要如何去看它 那我們又相對有個隔眼 這個我想因為在座很多都是學新聞 那這個傳播的隔眼就是 大家很了解 所謂的英國的衛報 這個CBSCOM 這一位大概在1950年代 接著這個報紙的總編輯 後來成為報紙的老闆 他留下了一句隔眼 那麼這個隔眼 他所謂common screen but facts are sacred 直譯我們說事實是神聖 我記得好像是良體操作的一個翻譯 很好玩 它叫做事實不能歪曲 意見罷可自由 這個精神就是告訴我們說 似乎facts作為一個社會運作的基礎 還是很重要 到底後真相還是facts 那這個問題 我想我就不在這裡說明 後真相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在於說明 當然我們可以去辯證事實從人在 或者說事實重不重要 或者說事實可不可以被感知 不過今天當然不會再做這個哲學的論辯 那換句話來講 他要談一個問題是 現在存在的一個現象是我們憑著感覺走 那這種感覺跟情緒 是不是對一個民主政治會產生一個重大的衝擊 那這是一個值得去探討的課題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跟我們實證研究上的很多調查 似乎又有一點相反 如果說我們都在憑著感覺走 我們似乎又存在了一種想要對於事實去追求 了解甚至某個意義的遵循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調查是說 如果你會對網路假訊息感到憂鬱 如果你覺得假訊息不重要 感覺情緒才重要 你幹嘛感到憂鬱呢 但調查結果發現這個是去年的 去年是全球平均有56% 林玲老師在現場她參與了台灣的部分 那麼在今年呢 她事實上達到58% 這三年來是畢生的 表示她對網路的假訊息還是感到憂鬱 那事實上又很有意思的是 對新聞又有信賴度又很低 那這個數字我就不在這重複 那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要對新聞感到信賴呢 信賴的本源是什麼 它是什麼樣才叫Trustworthy呢 我們再來看 Google最近跟我們談視察中心呢 做了一個合作的調查 這個調查呢 發現呢 超過半數55%的民眾 對網路訊息的真假感到憂鬱 這是對台灣的 那八成的民眾認為不實訊息 對社會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 超過八成的民眾認為自己 曾經接受過不實訊息 大概只有58%的民眾 對自己辨識不實訊息的能力有信心 這樣的同樣在台灣驗證的一個全球性的研究 這幾乎是弱隔膚解 那又有一個調查 在發現14個國家和地區裡面發現 如果你是新聞的可信度越高的 那你這個品牌越強的 那事實上你在網路上的表現 會受到肯定也越高 所以好像這些調查都在說明許多事情 就是我們真正在民眾內部 又對於事實是渴求的 甚至對於公正 那這個時間關係我也不再細說 也都有一種基本的渴求 所以這樣來說 Post Truth這個概念 五年後的今天 我們重新去看它的時候 我們特別說它是一種繁育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人有一種內在的欲求 這種欲求是我們事實上是根植於人性 這是一種我們對Fact 對Evidence 其實存在了一種了解的衝動 那所以我們發現事實上的確是如此 如果是這樣的話 媒體與資訊素養教育就有它的重要性 那重新去剝開迷霧 讓大家這方面素養能夠得到提升 那這裡面呢我們回到了一些傳播學 新聞學的經典 那比如說這個Kovac跟Rossard Steele 這兩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也是幾個組織的重要負責 在美國他們做了一個非常大型的 私機之交大型的對話 幾百個新聞工作者的對話 想去探尋 當我們面對到一個新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麼看待我們這新聞的工作的時候 那他談的 這個好像都逃走了 那基本上來講 他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 一開始在這本書裡面就談到說 其實從遠古至今 根據很多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者的研究 的確對事實的掌握跟理解 是人的一個內在的欲求 那我們再引述到這個Panarang的這個 所謂的對極權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麼他特別的喊到說 極權統治的理想對象 並不是那些深信不疑的納罪分子或共產主義者 而是那些再也無法區分事實虛構 也無法區分正假的人 就換句話來講 倒過來講 當你不再重視什麼是Fact 什麼是Truth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可能民主走向衰敗 而政治走向極權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二次世界大戰給了這個 這個Hannah Rang 非常大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做一個結語 也回應了剛才幾位 在這個slider上所提的問題 如果說求真是人的內在欲求 那這個欲求其實在支撐著當代民主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真實可怕的資訊 民主是來運作的 因為當民主要人民當家做主的時候 我們卻沒有真實可怕的資訊作為依賴的話 那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實 因此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很多人問事實查核到底有多大的好處 事實查核這件事情 我常說它既不是全能 它也不是無能 也就是說必須理解它的確 它的重要性不在於 只是查幾個事實查核報告 像剛才唐聖偉也談到一個概念 就是它是要建立一個更重要的意識是 當我們對事實重視的時候 我們起了一種查核的這種social law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成為最強的 抵禦假訊息的一個公式的一個基礎 或者民主政治建構的一個基礎的一個支柱 所以當我們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也許大家可以共同在這個時候再探問這個問題 事實查核為什麼有它的意義的時候 我們回到這個俄國的文好 這個 杜斯特爾夫斯基所寫的卡拉瑪 祝福兄弟們 他在這一本小說裡面探問一個問題 探問非常多人的思想的存在 他問了一個問題說 如果上帝不存在 那是不是一切皆允許 因為我們不再有the wrong 我們不再有基本的價值觀 作為我們支撐社會運作的基礎的時候 那如果事實不存在 我們可以同樣問這樣的問題 好 我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 好 這樣當然謝謝胡教授跟胡董事長 那我們可以在畫面回到這個slide這邊 因為有好幾個提問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好幾個提問就是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我們一起來 那個好好的討論一下 其中我記得剛才有一個題目是 後面後面 對對對 就是假訊息 除了這個錯誤訊息 也經常出現情緒的這個煽動性 那麼就是 同溫層泛濫的這個問題 那我想我們接下來 今天現場我們有請到就是 一位是這個應該算是 主流媒體的代表 一位是社群媒體的代表 那主流媒體的代表 允許我這樣說 就是因為TVBS的新聞頻道 就是在目前台灣的有限電視頻道裡面 就是長久以來 都是台灣民眾的第一選擇 根據各種的事情調查 但是很吊詭的事情是 剛才那個胡老師提到 台灣民眾的這個媒體信賴度偏低 那其實從數據上看是很低 那大家對相信的媒體 所謂出來永遠都是公視 可是公視的這個收看的這個收視率又很低 那大家最常看的是TVBS 但是很不好意思的是說 就是信任度卻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因為這個 這個詹姨詹總經理他同時也是 衛星新聞自律委員會的這個前任主委 所以我現在是先請這個詹副總經理 來跟我們談一下 那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社會民眾其實還是非常的依賴 就是新聞媒體 那在這個您的立場 對於假訊息的這個部分 主流媒體可以做些事 謝謝 謝謝大家 其實我有點想說 唐鳳委員還有沒有要講 因為我怕他要先走 所以我其實有點 有點怕這個時間的問題 但是我大概先講 如果後續還有一些討論 還有一些機會 我想簡單的來說一下剛才 我先回應一下剛才因為 所以我會主持人跟 防務人都提到了 關於防疫這件事情 就是用COVID-19 就是說賈俊錡來 用COVID-19來比喻 對於俊錡來比喻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給我一些想法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新聞工作 在做正式新聞的人 覺得我們在做正常新聞的人 我們會在這個疫情當中的 哪個角色 我覺得要區分就是Journalism跟News 就是個別的News 它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我剛剛提到說 不管是疫苗啊抗體啊等等的這種角色 但是關於就是免疫力的提高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Journalism 就是當每一個人都有掌握 像是新聞工作者一樣的來看 來看的這些病毒的這種能力的時候 那自然它就變成一個就是 任何新的變種出現的時候 至少它可以保護好自己 而且在一個Pro Social情況下可以保護好別人 所以我覺得新聞專業這件事情 那幾乎就可以說是在加訊息這個疫情裡面的 公共衛生專業 公共衛生專業 好 謝謝 那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現場的這個聽眾的問題裡面 就是這個也是很多人關切的 就是假訊息的情緒煽動性 那對新聞工作者而言 很多時候就是現在常見的狀況也是 就是常常在網路上就截取一些這個網友說 網友表示某某指控 然後為月經中製造出不一樣的這個場景 那麼在這個部分就是不一定是TVBS 可是就是我們來就是廣淡的觀察一下就是 其實電視新聞還是台灣民眾 特別是在選舉的時候非常重要 或許也是主要的這個訊息來源之一 那這個情緒的煽動性 那這個情緒的煽動性 不管是在選舉期間還是在疫情期間 其實這都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那第一個就是 詹夫總怎麼看這個問題 新聞媒體有什麼可以做的 那第二個我認為我個人也非常同意的 這位這個提問 就是這個是有關於假訊息查核的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是不是請這個詹夫總先回應一下 記得有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對於減少這種假訊息的產生 或者是說減少情緒的煽動性 有心的語言跟編排等等這些 老師我想我們在有心電視的 這30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一直在學習一件事情就是 一開始我們一直在學習 怎麼樣把新聞做得好看 我可以說我們大概進入電視圈的時候 那時候包含現在有一些 在電視圈很久的自身展望 其實當時我們都是從平面 就是說在30年前我們從平面一直 開始有平面新聞 後來開始有電視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我們的轉型有沒有成功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能夠把平面新聞 變成一個電子媒體興起的時候 所以我們一直在努力說 怎麼樣把新聞做得好看 如何吸引觀眾的目光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那是我們大家一直在學習的一件事 但是後來到了 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們後來 我覺得有這件事在那時候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革命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跟我 過去擔任的衛星公會 新聞自律文會的這個主委 前主委或是前主委 之前的工作有關 那就是我們當時 衛星公會已經感受到了 我們面對一個敵人 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們都想要把新聞做到很好看 可以很吸引人的這個學習上面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抵禦 走著的話我們會不斷的追求 怎麼樣更好看 吸引目光而導致最後 失去了一個社會的迴犯 那於是在那個時候 開始有了新聞自律這樣的概念 然後透過衛星公會 因為我們發現合作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共同討論出 我們有沒有能夠涉入迴犯 後能力的大家一直往前走 隨著這個科技的進步一直往前走 這一步會很可怕